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618集 没什么 那九幽圣主虽然施展某种空间宝物 但是在本少的感知面前 就好像是烈日下的阴影 太明显了 秦晨轻笑道 她的灵魂力何其之强 一般人都要完全地躲开她的感知 但是那是痴心妄想 广寒公主感受着秦晨言语中的自信 莫名地心跳加快了起来 我这是怎么了 广寒公主心下恼怒 脸色飞红 自己修炼得清心觉 心灵如同广寒宫中冷清的桂树 不受外界任何的波动 但是在秦晨的面前 却像是破禁一般 对方那一言一语 都给自己莫大的吸引力 秦晨 那灭天圣主和蛮黄圣主 耀光圣主 再度地传音询问 惊醒了广寒公主的狭想 你们看到右后方万里之外的那一块 太古废墟之石了吗 门黄圣主就躲在那块岩石之后 他身上的门黄之气 可能太古废石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行尘有了 两个人不经意地看过去 果然看到右边方位 有着一块很普通的太古废石 这样的远古之石 乃是远古天界破碎的时候所残留 在空间断层之中多的是 但是秦晨所指的那一刻 乍一看上去很是寻常 但是两人特意观察之下 果然也发现到了一丝端倪 这一块岩石的方位 和左边的空间断层 以及身后的永和辅主 灵雪公主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像是化作了一片阵法一般 封锁住了他们三个人 前进和后退的道 两人倒吸一口凉气 对秦晨是更加佩服了 那灭天圣主 三人中 最强的还是灭天圣主 他在哪里 两个人仔细搜索 却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其他问题 秦晨目光一闪 嘴角勾勒起了冷冽的笑容 那灭天圣主 没有隐藏在附近的空间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此人应该就在我们眼前的 一片远古尽致的后面空间之中 只等我们打开禁止 立刻就会发动真正的绝世攻击 秦晨自信的 不得不说 这灭天圣主的手段十分可怕 安排的也是十分的稳图 哪怕是他们针对的 只是问寒天的广寒公主 和秦晨这样的人 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不下陷阱 没有轻敌的 直接上来就动手 目的就是为了万无一事 不给秦晨他们任何逃脱的计划 想想看 秦晨他们发现了一个远古遗迹 肯定是心情气动 全力出手 可就在他们成功破解禁止 打开禁止的一瞬间 九优圣主几人 爆然出手 而灭天圣主更是从那打开的禁止中 强势杀出 这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如此精心设计之下 别说是广寒公主这些原本 只是初期巅峰的圣主了 就算是一尊中期巅峰的圣主 也需要瞬间众生 甚至陷入危机 狮子薄兔 也须用全力 也难怪药灭妇 能够在冬天界疯狂地扩张 并且成为冬天界 最为可怕的势力之一 从这其中 就能看出一些端念 这个 药光圣主和广寒公主 都是心情 头皮发麻 几皮疙瘩都起来 对付他们广寒府而已 灭天圣主 竟然是处处的处心积虑 灭天圣主的狠力手段 果然是辣 秦臣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往寒公主寒声道 自然不能让他们如愿的 秦臣笑了 那笑容极冷 像是寒冰一般 过会儿 听我命令 咱们一同对那九幽圣主动手 秦臣体内的圣员 已然悄然运着 药光圣主 秦臣少侠 广寒公主 你们 怎么看呢 永和府主 和灵雪公主 看到药光圣主 三个人居然不动 心中一灵 装作 无意识地走上来 在两个人 跨步的一瞬间 广寒公主 和药光圣主 脑袋中 骤然响起了 秦臣一道惊雷怒吓 动手 在秦臣怒吓的一瞬间 药光圣主 广寒公主 秦臣三人 瞬间就动了 轰隆一声 三人化作了 三道可怕的流光 轻刻之间 穿透了 无数的虚空 骤然来到了 那左侧 不远处的 那片虚空断层之间 药光圣主 怒吓了一声 身上绽放出了 刺目的过芒 右手五指抱着 化作了 根根晶莹的神红 通天彻底 朝着下方的 空间断层 就是狠狠地 抓射了下去 砰的一声 虚空炸裂 万古沸腾 刺目的光滑 抱拥着 如同汪洋一般 淹没了一切 在五指之上 天道的规则 化作了 无尽的符文运转 闪烁出了 镇压大道的气息 毁灭诸天万古 而在 药光圣主出手的瞬间 广寒公主 也冻了 崩的一声 她满头的发丝 一下子飞舞起来 双瞳变得凛冽 一道圣人的寒意 从她的双瞳之中绽放 轰隆隆 这一方天地 都像是被冻结了 可怕的法则之力 锁住了一方天地 渗透入层层的虚空 砰砰砰 几个人眼前的虚空 像是镜子一般 炸裂开了 那空间破碎的深处 一道幽冷的身影 显现了出来 通体驱黑 潜伏在内 震惊地 看着突然出手的 耀光圣主 和广寒公主 眼神惊怒 似乎怎么也没有料到 那耀光圣主 和广寒公主 竟然会突然地 对自己动手 呼咙一声 两道可怕的力量 镇压而下 九幽圣主 脸上露出了惊怒之色 他大吼 在这危机时刻 身为老牌 中期圣主的战斗经验 瞬间就让他 做出了反应 身体之中 一股阴冷的气息弥漫 整片天地 瞬间 就像是陷入到了 森罗地狱 九幽领域 九幽圣主的 恐怖杀招 必杀绝技 在此刻 顷刻间 就展现了出来 速度之快 让人瞠目结设 要光圣主 广寒福主 想不到你们 竟然如此的敏锐 竟然能察觉 本座的存在 可惜 你们太嫩了 竟敢主动 对本座动手 给我死 九幽圣主 冷喝出声 心中虽惊 但是 却是丝毫不慌了 恐怖的九幽之力 从他的身体中 冲天而起 轰隆一手 三股可怕的力量 瞬间碰撞 九幽圣主 在前来广汉府之前 早就调查过 问寒天的实力 知晓 广汉府主 和耀光圣主 虽然强悍 半只脚踏进了 中旗圣主 但是 那又如何 不真正 跨入中旗圣主 在九幽圣主的眼中 那就是蝼蚁 因此 他虽然是被 耀光圣主 和广汉公主 偷袭 但是 却是 一点都不惊慌 因为他根本 不担心自己 也会抵挡不住 当三股力量 碰撞的一瞬间 他们的脸色都变了 九厅 砰的一声 九幽圣主的 九幽领域 瞬间发出了 咔咔的破裂之声 一道道的 破裂的裂缝 瞬间出现 那九幽领域中 甚至开始出现了 道道雪花飘落 广汉公主的 寒冰之力 竟然是直接 渗透而来 什么 寒冰鬼子 容身大大 你突破了 中期圣主 这一丝丝的 寒冰之力 瞬间渗透入 九幽圣主的身体 立刻 九幽圣主的身上 就覆盖了一层薄冰 顿时惊怒万分 广汉公主 不是初期巅峰圣主 但是 此刻展现出来的实力 分明就是 中期圣主 才有的圣缘之力 惊怒之中 她的身体中 九幽之力 再度升腾 一道道的幽光 自她的身上 绽放开来 要抵挡 广汉公主的 寒冰之力 可就在 她的九幽之力 刚刚升腾起来的 一瞬间 砰的一声 耀光圣主 璀璨手掌 紧跟着寒冰之力 瞬间降临了 轰隆的一声 金光暴涨 耀光圣主的手掌之上 无数的符文闪现着 道道 阵光涌动 她的五根手指 像是画走了通天的阵法一般 猛地深入到了九幽圣主的领域之中 砰的一声 无数的九幽光芒绽放着 原本是在广汉公主 寒冰之力下 那些有些残破的九幽领域 顷刻间爆碎开 那璀璨的大手 如同天神探出了自己的手掌 浩瀚地朝着她盖牙而下 瞬间就落在了九幽肢体上 扑斥一声 九幽圣主身上的幽光被打了一下 熄灭了 整个人身躯狂症 身体体表的圣元猛地炸裂 无数的符纹和力量 在她的身上层层裂 恐怖的冲击力像是汪洋 狠狠地冲入到了她的身体中 九幽圣主当即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体被打得攻起来 身体之中 不知道多少无形的力量被打爆了 九幽圣主本源都受到了强烈的剧创 你 九幽圣主惊恐地看着耀光圣主 仰天怒吼 怎么也没想到 耀光圣主竟然是一尊中旗圣主的高手 气急之下 她体内的本源都被轰得裂开 整个人瞬间重伤 砰砰砰 她身体中可怕的九幽之光 一下子冲天而起 像是汪洋一般 将广恒公主和耀光圣主震开 身躯在骤然之间暴退 瞬息之间 九幽圣主就已经肿伤了 整个过程说起来漫长 实际上只是在一瞬之间 那永和福主和灵雪公主甚至都没能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澎湃的力量震慑两个人惊恐万分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灭天 门黄 你们还等什么 对方已经发现我们了 还不出手啊 九幽圣主重伤后退 怒吼着说道 砰的一声 伴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远处的一块太古飞石 一下子炸裂开来 如同是一颗陨星骤然炸裂 无数的烟石四处飞溅 每一颗烟石都能轰爆一座大陆一般 一尊浑身遍布黄土的符文魁梧巨汉 从那巨大的太古神山般的废石之中 猛然地冲了出来 轰隆一声 这是一具身形狂放的人意 从废墟之中杀出来 咆哮怒吼 如同是汪洋一般的蛮荒之气 萦绕着 席卷而来 像是化作了风暴一般 将这一方断层 天地都要卷入其中 九幽 守住 蛮荒圣主冷和 古铜色的躯体如同是一尊魔神版 周身萦绕着蛮荒之气 如同荒谷战神 隆隆地碾压重伤 九幽圣主心下大定 蛮荒圣主虽然是距离这里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以他的实力 恐怕瞬息之间就能赶到这里 到时候自己和蛮荒圣主联手 还用担心这个问寒天的两个家伙吗 此时他心中只有疑惑 那就是为何广寒公主和耀光圣主 竟然突破到了中期圣主 难道说两个人得到了 问寒天的某一处宝藏吗 他心中思虑 可手上的动作却是丝毫不停 轰隆一声 九幽之光绽放 道道的黑色火焰燃烧着 他整个人就如同是从一尊猎狱之中 走出来的魔神一般 要对广寒公主和蛮荒圣主进行反击 可是他身躯刚刚移动 心中稍微有些松懈的时候 突然间一道强烈的危机感 从他的脑海之中生疼而起 在他的身后 突然间有一道灵力的剑光闪烁而起 是秦晨 在广寒公主和耀光圣主出手的时候 秦晨一直隐藏在虚空 并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而是凝聚自己的力量 寻找最为完美的机会 九幽圣主一瞬间的松懈 立刻给了秦晨完美的机会 一剑斩出 永恒剑气术的爆炸而出 秦晨从虚空中窜出 悄无声息如同鬼魅 连续四剑披向了九幽圣主 这四剑 蕴含着秦晨的四道最顶级的沙道 此刻 以他圣主完全的实力 发挥了手